那我们就用一个成语 喜欢这个成文件 用一个成语来表现这个节目 来 喜欢这个节目 喜欢这个节目 对 oh my god ok 想一想 这东西再想 就不要怕想来的成语 我知道一个 好像跟你有 好难啊 呃 二 二 oh my god 就是一个很特的意思 五二 五 五一五二 五一五二 你看 我是不是知道 我是不是知道 对 对 那你一定要想一个成语 咱们这个节目 一定要成语 一定要出这个节目特别好看 哈哈哈哈 他严厉了 我们做的一个师傅 我们做的师傅 我们做的师傅 这个节目的内心感受 我们可以用一个成语来表达吗 是我 不会其他的成语 这对于吗 对这个成语 第一次有这种 接我们 第一 来一个吧 好 好 我来听了你 没事 我来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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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两位 那终于就算了吧 那 那后面 那我们就落了 他只有我知道谁 在台湾之处 没有 其实如果是想代表 我们终于布置了 可以说 可以说 我 我不是 对 你可以 你可以要真实点 不行 没事 就 我觉得这样 就是给大家 就是再安利一下 我觉得今天看直播的肯定也是 看了这个节目的 对吧 但是 我就是在这里给大家一个 小小的一个剧透一下 不算剧透 就是我也看了就是大家的单目 包括 比如说 说好像跟 有些节目会很像 其实只有带孩子 但是我可以在今天在这里告诉大家 第二集 第三集 第四集 每一集 其实我们发生的事情 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些事情 不是在预先 就告诉好我们 我们一开始 真的是以为 我们是过来带孩子 跳舞去练 对吧 我们所有人都有什么任务 直到我们录制的时候 才发现 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任务 然后每一天 事情 任务发生的时候 会有出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情况 就是 对 所以说 就不是说帮帮带孩子 对 反正 我觉得是特别好看 我也很期待 因为我觉得一小时真的不够看 在这里我想提前一个半项星级 后期的老师 现在感到忧伤了 我提到什么 这个是好事 对 就是我自己都没有看过 真的真的 对 觉得是好 安定一下 其实就是 现在韩瑞尔说的 就是 就我 我应该感觉就是 本来 后来就是我们一起跳舞 在水里的感觉 然后第一期都看了吧 就 就又感觉 啊 不是爱管孩子生活的 就是和孩子们一起生活 所以 这也是 主要又不是跳舞 但是呢 如果 录到现在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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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任务上的 啊 关于跳舞上的东西 也非常 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 对于 罗斯们也是一个挑战 那都是在后面的 只有很多的 怎么说呢 节目组 刚才有个成语叫丧心地方 但是节目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忘了一个孩子 哈哈哈 对 就是 就是比较 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但是现在这回我们好像一起完成了非常非常多的任务 对 对 真的 对于我们来说不够看呢 就是我们非常期待 见到后面那么多的任务去感情去播出来 非常非常的 对 对 然后孩子们真真真真真真真的是有很有强力的 且非常的实力 所以看到后面的话 会 嗯 会能让你更了解这15个孩子 我们只能讲到这儿 可能讲到再讲太多 要的 再见 嗯 没有啊 我没常说的就是 就是 我之前 MB 对 我还提名管 自己 之前 哈哈哈 哈哈哈 有个道路 嗯 OK